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继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在伊朗遇刺后 国际社会呼吁保持冷静 残疾人权益倡导团体批评联邦政府 对皇家委员会建议的回应 通货膨胀率自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增长 杰西卡夫克斯在巴黎奥运会上再次夺金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专家警告称 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在伊朗遇刺 以威胁到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遇空袭身亡 伊朗和巴勒斯坦组织指责以色列发动了此次袭击 在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南部后 以色列曾多次誓言要消灭哈尼亚和其他哈马斯领导人 但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这次杀战可能会危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微妙的和平谈判 并可能引发伊朗或其强有力的黎巴嫩盟友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报复 悉尼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马丁科尔博士表示 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发动袭击 再加上几小时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 有可能将该地区推向一场毁灭性的多线战争 我认为以色列暗杀哈马斯政治领导人是极大的挑衅行为 如果俄罗斯或中国采取类似行动 安理会就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 现在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但我们在过去十个月中看到的是 民主政府始终拒绝公开批评另一个民主政府 在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被暗杀后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警告称 中东局势需要结束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最新发布的旅行建议 敦促澳大利亚民众重新考虑 是否需要留在以色列 如果不需要 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撤离 马尔斯说 安全局势可能会迅速恶化 我们一定要确保中东局势不会升级 因为这将带来深远的后果 这也是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中呼吁停火 防止或反对冲突升级的原因 残疾人权益倡导团体称 联邦政府对皇家残疾人委员会报告的回应 完全不成比例 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呼吁 对饱受虐待忽视和剥削困扰的残疾人部门 进行彻底改革 阿尔巴尼斯政府透露将全面接受 向政府提出的172项建议中的13项 澳大利亚残疾人协会主席马拉克·琼克斯表示 这一回应远远低于预期 我们和我们的成员感到非常震惊 失望 对政府的回应完全出乎意料 我们提交了7000多份意见 分享了我们的故事 但仅接受了13项意见 这与经历和分享的忽视和虐待的规模 完全不成比例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通货膨胀率自2022年以来 首次出现年度增长 联邦反对党将责任完全归咎于 阿尔巴尼斯政府的经济管理 截止至6月的一年中 澳大利亚的通胀率从3月份的3.6% 上升至3.8% 反对党财政部发言人安格斯泰勒表示 联邦政府和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 无力解决通胀问题 很明显这是本土才有的通货膨胀 这是工党的本土通胀 给每个澳大利亚家庭带来的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通胀尤其是高于国库部的预测 远高于国库部的预测 事实的真相是 在战胜本国通胀方面 这位国库主管与现实脱节 而且力不从心 在接受管理层的新提议后 9号纸媒记者将在三年内加薪 11.5% 在悉尼先驱晨报 时代报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布里斯班时报 和近日西澳的约500名编辑人员 停工5天后 双方达成了这一协议 这比上周被记者们拒绝的 在三年内加薪10%的协议 高出了1.5个百分点 这与第一季度3.6%的通胀数字不相称 媒体工会确认已搁置进一步的工业行动 政府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人每年因诈骗而遭受的损失 比两年前要少 但社交媒体上的情况却越来越糟 助理国库部长斯蒂芬琼斯表示 去年的诈骗损失超过27亿澳元 低于前一年的30亿澳元 但源自社交媒体的诈骗案 增加了17% 琼斯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称 政府将推出措施 惩罚那些没有实施检查 以防止诈骗的银行 电信供应商和数字平台 他说让互联网成为澳大利亚人 更安全的地方非常重要 同样是这个平台让人们可以快速方便的在亚马逊上购物 或者通过手机银行进行及时支付 而同样是这个平台却可以让一个人以同样的速度失去一切 因此信息是明确的 如果我们想锁定数字经济的好处 那么我们就必须解决这些危害 澳大利亚人必须在现代经济中感到安全可靠 新州公布了高中学生的新教学大纲 这是该州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性教育改革 根据强制性教育课程改革 该州七到十年级的学生将首次学习如何处理与性伴侣的关系 在以前的课程中同意是一个可选的话题 教师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讨论这个话题 教育部长普鲁卡尔表示 到2027年 这一话题将成为新州所有课堂教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首创项目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将为患有花生过敏的婴儿提供治疗 以增强他们的免疫力 符合条件的婴儿将在某些儿科医院的监督下 每天逐渐增加花生粉的剂量 持续至少两年 这一治疗的目的是降低敏感性 研究人员表示 口服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已显示出了希望 澳大利亚常被称为世界过敏之都 每十个婴儿中就有一个被诊断出患有食物过敏 身为母亲的科尔斯腾查特温和他的宝宝亨特 参与该计划已有数月 我想一旦我发现他对花生过敏 我就开始担心 当我不在场时 他会接触到花生 可能他将处于生死攸关的境地 而没有帮助或药物来确保他的安全 只要知道他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而我们不必担心他会接触到花生酱 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是的 我知道他在日后的生活中会没事 有人呼吁在原住民社区开展更好的宣传活动 以加强有关澳大利亚即将关闭的三级网络的教育 主要电信公司将从8月底开始关闭其三级网络 这意味着依赖三级网络的诸如手机 电子资金转账终端 医疗警报器和监控摄像头等设备将停止运作 来自原住民数字包容性咨询小组的 多特·维斯特表示 目前为原住民社区提供信息的宣传活动 还不够好 我们已经与社区内的人们进行了交谈 发现人们对三级网络即将关闭 知之甚少 甚至缺乏认识 因此需要向社区传达一些有关这一网络 关闭的有针对性的信息 据悉三级网络正在分阶段关闭 为四级和五级技术让路 一项为帮助原住民准备消防员职业的项目 正在庆祝其成立十周年 该项目名为原住民消防和救援就业战略 由TAFE和新州消防救援局共同运营 在为期六个月的培训中 参与者获得健身三级证书 并在模拟紧急情况中获得实践经验 他们还加深了对招聘流程的理解 已有80多名像Jai Doyle一样的原住民 通过该项目成为了消防员 我认为如果你能看到它 你就能成为它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队伍中 看到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越多 社区就越能看到这些面孔 社区就越能够说 嘿 我能够成为那个人 我能够做那份工作 也许这是他们之前从未考虑过的职业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 在经历了数周的酷热天气后 消防队员在克罗地亚海岸线附近 与野火展开搏斗 当局已部署到靠近沿海城市斯普利特的 图塞皮镇附近地区 试图控制火事 目前还没有消防员或居民受伤的报告 巴尔干地区在过去一个月内 经历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和干燥天气 一位消防队员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这些房屋能够获救纯属幸运 水灌车几乎赶往了四面八方 因为整个城镇都被大火吞噬 虽然墙壁已经受损 屋顶也被火焰完全吞噬 但由于一些蓄水迅速送到 我们还是保住了房屋 在最后一秒一切都得到了保护 至少130人在TikTok新加坡办事处 用餐后食物中毒 新加坡食品机构已暂停 两家餐饮企业的运营 57人因胃部症状需前往医院 17人仍在接受治疗 两家暂停营业的餐饮店 已被勒令对设备进行消毒 并处理掉所有食品 BBC前新闻节目主持人 修·爱德华茨承认三项 制作儿童不雅图像的罪名 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 这位62岁的男主持人 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法庭获悉他收到了一名 25岁被定罪的恋童辟者 在WhatsApp上发送的总共41张儿童猥亵图像 其中7张图像被归类为英国法律下的A类 及最严重的分类 这些图像包括两个7岁至9岁幼儿的动态图像 爱德华茨从被定罪的恋童辟者那里 总共收到了377张色情图像 其中41张是儿童的不雅图像 他将于9月16号被判刑 据悉根据英国法律 制作不雅图像包括接收或发送图像或视频 被定罪的恋童辟者是25岁的亚利克斯·威廉姆斯 他于3月15号在沃尔斯被判处12个月的监禁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运动员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 澳大利亚棋手杰西卡·福克斯 未免了皮滑挺肌流回旋C1项目的桂冠 为其在巴黎的K1项目再添一枚C1金牌 这位30岁的选手已成为奥运历史上 获得荣誉最多的滑艇运动员 在游泳比赛中 莫利·奥卡拉罕和谢纳·杰克 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与奖牌失智交臂 在推迟的男子奥运比赛最终如期进行后 马特·豪瑟在巴黎潮热的气候条件下 对澳大利亚铁人三项历史的挑战差强人意 豪瑟在骑行后处于一个领先的大组当中 但在跑步阶段掉队之后奋起直追 重新进入前十名 并最终获得第七名 英国名将亚利克·斯伊 在最后一公里超越新西兰选手海登·王尔德 夺得了金牌 豪瑟原本试图成为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 首位在男子比赛中登上领奖台的澳大利亚人 强劲的塞纳和水流 是参赛者面临的主要问题 因为这项运动终于能够摆脱持续数月 有关水污染的争议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 一奥元可以兑换0.654美元 1.098新西兰元 同时一奥元可以兑换4.721元人民币 5.110元港币和21.382元的新台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 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震雨最高温度16度 墨尔本早间有雾之后转晴 最高温度15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 堪培拉早间有雾之后转晴 最高温度13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8度 珀斯油雨最高温度16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2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 欢迎登陆sbs.com.eu 前写杠Language 前写杠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